假如金門聚開放的話 解放軍會用觀光客的身分 用菜刀 用在金門買了菜刀 現成取材來奪取金門 張志軍回答得也滿妙 你覺得有可能嗎 菜刀跟M16來拚 我想這個大概應該是不太可能 但這種說法其實也凸顯了說 台灣距中國大陸的一種心態 孔共 巨共的一種心態 這一次到底談了什麼 我認為所謂達成六項的共識 事實上真正的實質力多 就入客中轉 其他金門飲水 這已經談很多年了 另外就是兩岸協商正常化 這個指的是兩會 海基會跟海協會的協商正常化 還有就是ECFA後續 這個當然就已經也是停擺了 然後另外互設辦事處 我想大概在總統大選前 不太可能 馬總統很想做 因為台灣很可憐 我們去大陸簽一個台胞證 還被香港或澳門賺走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要給他們轉走 沒錯 就是說 互設辦事處也有助於 兩岸制度性的一些運作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其他議題方面 包括海撒的問題 包括非法盜獵的這些問題 這些是算比較小的議題 但是這六項我們剛剛講 真正的利多是中轉 所以說今天在盤面上 才會有效應 其他的其實我個人認為 沒有什麼共識的 是 那另外其實沒有產生共識 才是真正大家要關注的 亞投行這個事情看起來 台灣是完全被打臉的 對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要加入的可能性也很低了 另外這個大陸國安法 最近也引起了兩岸的關注 就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在朝擬國安法 在進行二次審議的階段 文字都已經出來 他裡面有台港澳同胞字眼 所以引發陸委會的抗議 認為他又把我們矮話拉進去 但是你看到大陸 我們是表達在這次會議上 表達不滿跟嚴陣立場 大陸是什麼 衝生一貫力 他就不甩你 小三通這次的問題也很重 為什麼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 小三通卡關卡得非常厲害 沒錯 對 就是過去透過小三通 小額貿易 到中國大陸各港口 尤其是廈門那一帶的港口 全部卡關 嚴打嚴查 然後貨物吊在那邊 不能通關的非常嚴重 所以這一次透過下章會 也在討論 但是也沒有結果 反而被張志軍打臉的一個事情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跟各位報告 另外我們來看到下面 這個是核廢調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一廂情願 本來大陸願意幫台灣處理的 但這次也沒有談成 而且完全也沒有一個影子 對 我覺得好可憐 本來都答應 這個事情其實已經在談了 結果現在全部都退回去 這個談了也有一段時間了 對 本來大陸意願滿高 怎麼執行的問題 對 因為現在兩岸氣氛不好 而且還有很多細節 我覺得可能雙邊沒有談起來 那我們剛剛講說 小三通這個事情 這次張志軍很 我覺得這次張志軍來 他是有硬有軟 而且我覺得硬的成分 比軟的成分更重 他不是解放軍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世王剛把大陸對台的結構 講得很清楚 事實上國台辦 包括像是海協會 他們過去都是幫台商 跟台灣解決問題的 所以他們通常是在外交體系裡面 辦白臉的 然後通常辦黑臉的都是解放軍 或是說部分比較強硬的 社科院在裡面的一些人 所以他們是一白一黑 但沒有想到這次張志軍 他臉也拉黑了 對 曬黑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直接講了很多不客氣的話 哪些不客氣的話是很硬的 包括他剛講說小三通可能會關掉 他不但不跟你講說我要解決你小三通卡關的問題 他甚至講說你要關掉 為什麼 他說你叫金門你敢設博弈的話 你就看看 我就把小三通關掉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金門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不需要去走那個非正道的事情 他會管太大 他又不是金門線 所以這已經很明顯在下指導期了 所以就是說他已經是 高出於在入委會之上的態度 你不覺得這次完全是這樣的一個姿態嗎 雖然說這兩邊的協商是平等 但他講了很多話 他是高出入委會的態度 他就已經下指導期說 因為最近金門在談博弈的事情 所以說他已經直接跟你講 你金門敢搞博弈的話 我小三通把你關掉 陸客就不來了 你還在談說 顯化陸客來金門旅遊的手續 這些都不要談了 另外他又講了一段也很重的話 就是你不要等到陸登席了 才知道和平的可貴 我覺得這個就是延續了習近平 他對台的政策的基調 什麼基調 習近平這一陣子來 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中國的高層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基礎不穩 地洞三搖 什麼意思 如果說兩岸之間沒有最基礎的 九二共識的話 兩岸之間的和平就沒有了 這個沒有和平講得非常重 包括習近平前一陣子有講說 兩岸的和平好不容易爭取來 不要讓他這樣跑掉 所以張志軍這一次 他是明明白白的延續 習近平對台的基調 換言之我覺得他直接告訴 這個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就是說明年的總統大選 不管你是哪一黨哪一派當選 誰當選都沒有關係 我對台的基調就是很明確了 沒有讓步空間 沒有讓步空間 我底線已經畫出來了 所以這底線畫出來 就看你怎麼去應對 所以說這一次張志軍來 我覺得他除了送了一個 兩岸中轉的禮物以外 其他對台灣的態度是非常強硬 非常強硬 很特別 因為他的身分跟角色 就跟沐華哥平常感覺人很客氣 忽然沐華哥在節目上翻臉 就是問題好像不太對 所以官民可能掌握到 兩岸關係變化 我要講萬民哥 因為我們要配合一個消息 就是索羅斯 因為索羅斯大家知道 他本來算是在美國 特別在海外民主的推展當中 他是出錢又出力 而且他本身是一個哲學家 所以他很了解資本市場的運作 他是針對一個很特別的講法 就是6月份 IMF是否把人民幣納入SDR 他說要趕快納入 為什麼 因為中國經濟假狀況不好的話 非常有可能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 所以美國現在能做的 就是把人民幣綁在 國際的遊戲規則之下 你不要讓他進來 他就自己玩 越玩越大 而且玩路線越來越偏離 美國的價值觀 最好就讓他進來 進來之後 大家可以互相監督 其實索羅斯已經暗示到 因為中國股市最近暴漲 房地產泡沫 假如一有三長兩短話 說實在話 共產黨很容易把內部的矛盾 轉嫁到外部的問題 所以萬民哥我們怎麼觀察 從這一次下章會的一個風向的改變 包括像索羅斯對中國政治的警訊 台灣的觀眾應該用什麼樣心態做準備 這個索羅斯像世光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哲學家 他老師這個 英國有名的哲學家卡爾巴伯 最有名的一本著作 就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索羅斯你可以看出來 他這麼多年來 一直一循著他從卡爾巴伯那邊 學來的哲學精神 那麼在中國大陸的開放過程中 是不斷的扮演一個推手的角色 因為他們應該很明義 因為從這個拉高層次的話 大家都可以知道 資本主義最大的優勢 包括這麼多年來跟共產主義對抗 居然最後還贏 所以索羅斯這種講法 其實跟另外一個猶太人 就是美國最著名的權威外交官 基辛吉 這個一直以來長期的一個主張 就是中美兩國都是一大國 而且大概都可以看見 21世紀就看是基兔 所以應該兩邊相互學習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張志軍 我覺得大陸對台灣的態度 這樣子講 人對一個人他有兩種 一種叫知識 一種叫姿態 過去中國大陸 知識跟姿態怎麼不一樣 不是 中國大陸過去 面對台灣的時候姿態很高 但姿勢很低 就身段放得很軟 我這個立場很堅定 但是話說得很軟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他現在姿勢很高 姿態也越來越硬 越來越高了 所以這個味道完全不一樣 我是認為 從去年的三月的大長花運動以後 其實中國大陸已經慢慢全面 修正他過去的懷遊政策 你像剛剛講說張志軍 直接指導英國的金門 你不能搞這個 博弈 其實你有沒有感覺到 金門這麼多年來 一直被大陸慢慢慢慢特區化 因為很多金門人認為 他本來就不是台灣人 只是說現在在台灣有利 他就暫時留在台灣 哪天如果說大陸對他有利的話 他可能就向大陸靠攏 何況金門本來就是一個紋身 金門假如變成大陸 對台灣統一的示範特區 金門人會發翻了 你不要講 大家都不要講 你現在回顧當年823炮戰 毛澤東為什麼突然變成什麼 什麼單打 雙不打 他很大一部分就是把金門 留在蔣介石的手上 借金門對不對 拉近兩岸的關係 讓台灣即便要獨立 金門也可以扮演 一定的這種角色功能 好 時間關心 我們進行廣告還要觀察 因為跟大多數的 更有利益的就是 禮拜六 禮拜五的時候 這台北時間禮拜六 葉倫講話了 他怎麼又說要升息了 升息完之後 第一個反應的是 直線的出現強勢的反彈 那到底會對全球的投資市場 暑假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我們剛好快做